嗨,大家好,这里是Stary Home State,我是Yola,你顾你爱的人,我们顾好你的家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我们为Plantation Grange at Tunga 不同的两个家庭做出来的两种不同的设计风格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奢华风的装修吧 这是一个年轻夫妻的家庭 现代奢华风是以中性色调和金属感来营造高雅的氛围 注重空间的层次感,适合夫妻或情侣居住 如你所见,客厅采用中性色调、白色和棕色 也加入金属色来增加层次感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五星级豪华酒店 另外,会用灯光的反射来增加空间的美感 如使用吊灯和闭灯来体谅空间 在客厅中,可以搭配高质量的家具和装饰品 如真皮沙发、羊毛地毯和艺术画等 都能为整体空间提升奢华感 睡房我们将以米白色和金色作为色彩搭配 打造出低调而不失奢华 宽大的窗户,让自然光带来明亮舒适 墙上挂服别致的艺术画,让睡眠质量稳定 厨房会以金色作为细节重点 如金色的水龙头或水盆 而厨房的背景墙是大理石元素 令整个空间散发出优雅的气息 橱柜上方的一部分采用了玻璃门设计 让橱柜内的精致餐具一目了然 下方的橱柜部分则添加了金色元素 彰显了主人的品味和奢华 第二种,北欧风格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北欧风格是一种清新、简洁的设计风格 一般使用淡色调和自然材料,强调舒适性和实用性 适合家庭居住 客厅中采用米白淡色调 沙发或仓帘使用棉麻等自然材料 营造出自然舒适感 另外,窗户和灯饰就用简洁的线条造型 让客厅穿透更多的光线 显得宽敞通风,布局简单而不是美感 卧室会以白色为主色调 再配以木色地板、床头柜、衣柜等家具 营造出舒适而自然的氛围 书房的话会以米白色为强色 简约实用的书桌上除了有收纳抽屉 在书桌上方还设有书柜和摆设区 可以好好的摆放各类书籍和装饰品 窗边设有休息角落,并有柔软的座垫 可以坐在这里放松看看书 听听音乐或者看看星空 厨房的色调会选择米白 搭配淡色木材橱柜 让厨房看起来简洁、自然 为了提高食用性 微波炉内置在冰箱旁边的柜台上 那么主妇们就可以煮更多的好吃的给家人啦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两种不同的设计风格啦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总的来说,这两种风格各具特色 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和家人的喜好去选择 如果您刚想要装修 或者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两种风格 欢迎联系我们 希望这个简短的视频 能够更好地帮助你了解这些风格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Diary Homestead Care The Shines Beyond Interior Desig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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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